好没有穿防弹衣 现在这个案情后续还要继续争办 不过现在呢 同样是在新北市引爆的这样的争议是 新北市议员这个李婉玉 他以吃汗形容凌晨期 而人在国外的凌晨期 他独家接受中间新闻岳阳电话专访了 他就怒斥李婉玉根本颠倒是非 他说李婉玉当初还向他示好 反驳有纠缠的行为 而凌晨期说考量家人的安危 他才没有露面 但是呢在适当的时机 他一定会出面拆穿李婉玉的谎言 被李婉玉连续三天讲难听话 桃色风波男主角建筑师林晨期 对李婉玉说的这句话最火大 吃汗 然后已经骚扰了我很多年了 我是一个老师 我上车上到一半 他走到我的教室进来 搬着咖啡进来 就有这么多的学生在课堂上 我不缺钱 我都傻了 那现在是我追他还是他追我 那我是吃汗嘛 如果说我是一个吃汗 他躲我都来不及了 他怎么会做这个动作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他才颠倒是非 通批李婉玉根本在颠倒是非 人在国外的凌晨期 本想第一时间出面反驳 但却又顾忌 我考量的是 他的生日生命毁掉之后 这个人会做什么保持动作 我只不过打赢了一个二神 我就遭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是我今天出来去做 请问 各位帮我思考一下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我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人 我帮了他那么多的忙 他那么妄文复义 此时未出面 是担心李婉玉会对他和家人做出不利举动 林晨琪还说 李婉玉不只欠钱 还赖账 我不缺钱 他千拜托万拜托 硬赖的要我帮他做的 我不愿意做 他说没有人帮他 就只要希望我能够帮他 是同学的身上 就只有我最懂 160平的装修 我帮他做起来 结果他不付款 宛柔惊弓之鸟 原本林晨琪想委托熟视议员 带发声明告 太太却认为措辞太软 还要再修正 林晨琪强调 不会继续沉默下去 不久后 一定会现身拆穿 李婉玉谎言 这是王兄弟 家里台北 三文报道